HELLO 三位 歡迎來到束褲3C團 上一次我們已經簡單快速的跟大家分享了 這次Sony Swift 1 Mark 5 它的盒裝 環保材質、盒裝內容物 手機的外觀 還有一些它的規格 這次我們就會帶來更詳盡的介紹跟測試 那邊一起來看喔 那開場就先給大家這次Sony Swift 1 Mark 5 它詳盡的規格 我們有幫大家去做了一些確認 分別像是它的RAM跟RAW 那這次知道它是使用LPDDR5X的RAM 然後呢這次是UFS 3.1的RAM 廠商後來有說 它這次使用的正反面玻璃其實是有分的 正面的話是使用康寧的Victus 2 那背面的這個比較特別紋理的呢 是使用康寧的Victus 1 那另外也跟大家講一下 我們在上一支影片裡面 在那顆長焦鏡頭的感光元件 它正確的話是1.5吋 那規格裡面呢 其實最大亮點就是兩個 第一個就是使用了高通回歸回神之作 Agent 2處理晶片 真的是非常厲害 以及這次Sony帶來全新的 是給手機Mobile專門使用的 全新感光元件 那這次的命名呢 它是T系列 T的感光元件 過去我們知道 如果你想要讓進光量變大的話 你可能就是在跟相機一樣 你要更大的底 所以我們的感光元件 其實這幾年就發生越做越大 甚至到1吋的感光元件都有了 但其實1吋的感光元件 最大的問題就是 它其實會物理上 會大大的佔用了你的手機的空間 而且那個空間是裡外都會佔 Sony想到了另外一個解決的方法 這次Sony是把上面全部都做成了感光用 再把這些處理的技術呢 做在第二層 雙層式的感光元件 讓它不需要去擴大它的底的面積 那一樣可以有更好的進光量 講完了硬體的規格 接下來就要跟大家從這一次 Sony的最主打 它們就是 號稱是手機界的相機嘛 它以往都是跟相機一樣 都是大部分的操作呢 它都偏向是橫式的介面 這次你可以做直式的操作 它所有的一些 你要調控的一些數據呢 都會改成直式的 這一點呢 不管是在錄影上 或者是在拍照上 全部都支援 那你可以更直覺的去使用 去拍攝一些 符合手機使用的一些規範的影片 像是我們知道的 IG啊 或者是LINE 甚至是Facebook的短影片 很多都是推薦使用直式的影片 那這一點呢 就是可以方便你在手機上 更直覺的去使用Sony的手機 而且 它裡面還多了一個 Function開啟跟關閉 好處就是 那些介面的東西 如果你現在已經設定好不需要了 你可以先關閉 方便你更好去看整個螢幕的畫面 去做你的取景 接下來下一個 就是 我相信非常多人敲碗 而這個功能呢 其實很早就在10系列就有了 就是夜間的模式 那這是Sony的1M5 它一樣放進了這個夜間的功能 而這個功能它的啟動呢 就是可以在你的介面裡面去開啟 你要如何知道你在夜間有啟動它 蠻簡單的 就是當你啟動AUTO之後 你在夜間拍攝 如果它從白色變成橘色 就代表說它目前是啟動了 Sony的夜間模式 手機功能下面的這一個 我覺得應該叫做相機的功能 那這個名稱我覺得它取得蠻特別 它叫做創意外觀 它創意外觀其實就是大家熟悉的 就是Alpha相機裡面的那個風格啦 你可以在手機裡面 直接玩到Alpha相機裡面的那一些 比如說VV等等的這些風格 這邊推薦大家兩個 第一個是如果你喜歡拍出來的照片 是偏日系風格的話 你可以選擇到最後一個 它叫SH 那它呈現的那個調色呢 就是真的是日系的風格 另外一個是我跟五塊一致認為是百搭的 它可以讓畫面的顏色更加的濃郁 更加的鮮艷 它叫做VV 那這個VV的風格呢 我們覺得是最萬用的 下一個呢 則是在相機功能技術的提升 Sony以前主打他們的高速連拍 是每秒20張 那這一次呢 再幫你拉伸到跟相機同規格的 每秒30張 可以讓你有更高的機會 抓準這種瞬間的畫面 讓它更加的清晰 那這邊也跟大家分享一下 一樣全鏡頭三顆都支援高速連拍 你如果今天是想要有一個大環境的 比如說可能是貓貓狗狗在戶外的時候 你可能需要的趨勁比較大 你就是使用超廣角 那一般人啊 寶寶啊之類的話 你其實就可以用主鏡頭 那或許是你在距離比較遠的地方 比如說你先去看球賽 那你可能是跟你的主角有一定的距離 你就可以使用長焦鏡頭 三顆都支援30張快速的連拍 這邊也分享一個小技巧 Sony的手機它有一個快門鍵 跟相機一樣你是可以半按快門 讓它去做快速的對焦 那半按快門之後你再拍照 那它可以先對焦 那再完成拍照 那這樣的話 你的成功機會就會大大的提高了 下一個是非常多網友 一定會詢問的問題就是 這次的One Mark 5呢 取消了One Mark 4 或者是前代都有的iTof這顆鏡頭 那這顆最重要的功能就是感測距離使用 它這次選擇是使用新的感光元件 搭配AI去做一個距離的確認 這一點呢很多人就會問說 如果沒有了iTof 是不是在低光源的環境下 就會讓畫面的對焦程度沒有這麼好 我們幫各位實測了 我們在非常低的光源下 去做了這幾張樣張的參考 只要有光線 微光都可以 Sony style One Mark 5的效果呢 都還是會比One Mark 4來得更好 在無光的 或者是幾乎沒有光的環境下 iTof在18公分左右的距離呢 就可以展現iTof這個功能 不過因為它的使用距離 大概就是18公分 所以其實在實際的生活使用上的效果 還是比iTof有更好的效果 好啦那講完拍照的功能 接下來就是讓大家欣賞一下 One Mark 5跟One Mark 4之間拍照的樣張 給大家參考啦 的表達 一片 總 Kaz 更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它其實蠻像是你在剪輯的時候 你可以用的一個錄影的格式 它會讓你的畫面看起來蠻淡的 方便你在未來做後製的時候 可以去做更好的拉攝 讓畫面重新有了顏色之後 也不會影響整個畫面的解析 或者是整個畫面的風格 那這東西通常是在高階的相機才會有 那Sony一樣放進了One Mark 5裡面 這邊也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如果你今天是手機要直出 就比如說你今天一錄完 你可能做完簡單的手機剪輯 你就必須要上傳到社群的話 其實你可以使用的就是它裡面的原本的SDR 或者是有那種高光抑制功能的HDR 這個格式來使用 但如果你是需要 就是你今天可能是做一些畢業的一些成果展 或者是你想要做一些詳細的後製 就是把它當把手機當作相機來使用的話呢 就可以使用這個SDR S-Tone的這個格式來使用 接下來下面這個功能呢 我相信對於大部分都使用手機的族群來說 可能不懂 但如果你使用相機 你會覺得 這是一個超棒的東西 它叫做峰值對焦 那峰值對焦的話它就是在你的畫面上 你就會發現它會出現那種 你可以自己調顏色 那大部分都是使用紅色跟藍色 你就會發現你在畫面上會有一些地方 就會呈現一些點點的藍色或是點點的紅色 那就是告訴你說 目前你的手機它對焦的地方在哪裡 這過去是在專業的相機上 才會有的峰值對焦功能 那現在呢 它一樣把這個功能 裝進了Sony Spark 1 Mark 5裡面 那這邊也補充一下 這個功能是拍照跟錄影 就是你是用Video Pro還是用Photo Pro一樣都支援的 而在錄影上呢 這邊多了一個麥克風 讓它在錄影的選項裡面 多了一個語音優先的選項 現在我們接下來進行一個實測 我們說了這次的主鏡頭 它前面呢多了一顆麥克風 讓它在錄影的時候有兩個選項 一個就是一般的收音 另外一個就是針對主鏡頭旁邊這顆麥克風 進行的優先錄音 接下來我們就是使用到了這次 主鏡頭場面這顆麥克風的選項的語音優先 那你會聽到的是聲音應該明顯的有更加的清楚了 這是我們前面有講到的 如果你在錄影Vlog啊 或者你在拍攝影片的時候也會更加的方便 那錄影裡面也同樣新增了創意外觀的 這個我們剛剛說的類似風格的設定 就是你拍照啊跟錄影的話 都有這個創意外觀可以做使用 接下來這個功能厲害了各位 它叫做產品展示 我原本看到這個功能的時候 我想說你買一支全新的手機 然後裡面還有一個展示模式 是這樣要跑給你介紹嗎 不不不 我們平常呢大部分人在做開箱 不管你是開箱家電啦 生活用品、美妝、化妝品 你如果是用手機的話 因為手機它是智慧型手機嘛 它是AI判斷它大部分都是對著人臉做辨識 或是對著一些物件的辨識啊 或者是面部的辨識 所以你今天點了這個產品展示 它就是直接幫你切換 對準你前方要展示的物件 那你的後面呢就是看距離 可能你的背景的人呢會比較虛化 但重點就是focus在前面 講完了拍照跟錄影 那接下來呢一樣要講講這一個 已經就很厲害的螢幕了 比較不同的地方是 它這一次相較於前一代 螢幕的亮度又大大的提升了 其實很明顯就會看到1M5明顯的比1M4亮很多 在遊戲方面呢它也是蜘蛛比較 這次它在它的遊戲增強器的畫面上做了一些改變 更加的視覺化 這東西其實就延伸到我們之前 大家還記得嗎 Pro i的時候 它不是有搭配那個遊戲的套件 那你使用遊戲套件的時候 它那些視覺化的介面 這一次呢也拿到了1M5上面 你可以更加視覺化去看到你目前的電量的使用情況啊 是使用的是插電的或者是使用的是電池的續航力等等 更加視覺化去確認你目前手機的狀況 除此之外 遊戲增強器裡面呢還有一個就是直播的功能 這一次直播的功能呢 納進了聊天室 它聊天室呈現的方式有兩個 第一個就是你可以在遊戲增強器裡面 直接開啟聊天室去看 想那個 前面大家說的話的內容是什麼 另外一個就是你在玩遊戲的過程中 如果有訊息來的話 它會直接在你的上方 會有一個揮邊 然後告訴你說現在有一個人在講話 然後就是跟你互動 所以你可以編完遊戲 那只要簡單的瞄一下上面 那個人說了什麼就回覆它 那除此之外呢 它有一個就是 可以快速的使用它的 快門鍵來做截圖 那它這個快門鍵其實不只是截圖的功能 你可以在它的遊戲增強器裡面做一些設定 簡單來講就是多一顆工具鍵 就是多了更多的方便 既然講完遊戲增強器 那遊戲的體驗這一點 一定會講到是硬體規格的跑分 那我們一樣 這次使用的也是給大家參考 在畫面上就是安兔兔的跑分 然後Geekbench 6 接下來在儲存空間跟記憶體的話 一樣A1 SD Bench 跟小檔案的CPDT 也提供給大家做參考 那這邊大家可以稍微再拉回去 按暫停看一下A1 SD Bench 我們有裝了記憶卡去做它的跑的速度 那Sony的Xia 1 Mark 5 它的記憶卡最高可以支援到1TB 這一次Sony也把它的影音體驗再做了升級 在聲音的部分呢 它讓它的聲音的表現呢 更加的全面 這邊呢提供了一段 Xia 1 Mark 5跟Xia 1 Mark 4 它在音效表現上的聲音 讓大家去聆聽一下 接下來也是網友問爆的事情 到底Sony的手機這一次4K錄影可以錄多久 分別是使用它的4K120跟4K60還有4K30來做錄影 那我們會錄到必須要暫停的時候咧 我們都會顯示在畫面 也會提供當時的溫度給大家做參考 那就請看我們的實測啦 1日子 2日子 1日子 音樂音樂 接下來就是溫控跟耗電啦 那我們第一個就是看影片啦 我們是在室外溫度35度 室內溫度28度空調的情況下 使用30分鐘觀看影片 它大概是消耗了4%的電量 那它的溫度呢 來到了約是30度左右 接下來我們玩的第一款遊戲 就是跑跑卡丁車 現在非常流行 那有興趣的話可以去跟貝爾玩一下 一樣30分鐘它總共消耗的是8%的電量 那溫度呢來到了35.2度 第二遊戲就是大家最常見的 就是PUBG了 那PUBG的使用 一樣30分鐘 它耗的電量呢 反而比跑跑卡丁車少 它消耗了約6%的電量 而溫度呢 居然也比跑跑卡丁車低 只有34.6度 歡樂時光總是過得特別快 那介紹完了這一支手機 接下來 你如果購買了 一定通常80%的人 都會去購買保護殼嘛 那到這邊 就不得不跟大家說一下就是 Sony的殼哪邊找最多 那就是來到了馬可商店啦 這支馬可商店也帶來了 國外很多 Sony Xperia 1 Mark 5的保護貼跟殼 那我們特別要跟大家介紹的就是這一款 那我們在資訊欄會提供它的連結 這一款大家可以稍微認真看一下 有沒有覺得它是卡蹦的紋路 碳纖維的紋路很漂亮對不對 嗯我也這麼覺得 然後它就是碳纖維 它就是卡蹦 但各位可以到馬可商店去看一下 它的價錢我覺得非常的可以啊 接下來這一個呢 馬可商店一樣也有提供 Xperia 1 Mark 5的各式各樣的保貼 但這邊要提的就是 其實1 Mark 5跟1 Mark 4 正面保貼是共用的 所以如果你已經是 有1 Mark 4的玻璃保貼 是當備用的話 你也可以拿來做使用 最後來說說它的價錢啦 Sony Xperia 1 Mark 5 它提供的是經典黑跟卡蹟綠 那12GB加256GB的版本呢 是38,990元 12GB加512GB的版本呢 141,990元 以上就是這一次旗艦 真的是磨了好幾年的這一件 該換手機的這一件 Sony Xperia 1 Mark 5的開箱 實測體驗 心得分享 還有一些問題的解答 我是阿貴 我下支影片再見 掰掰